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杀七夫人 这样就不怕赵国闹出什么幺蛾子 这里不得不说 汉惠帝刘盈性情确实敦厚 他知道吕后想杀他的弟弟 于是等刘如意被吕后骗来到长安后 就把他接到自己身边 干什么事都带着他 吕后也就没有机会下手 但是到了汉惠帝元年十二月 一个大冬天早上 天还没亮 汉惠帝就早起出去练习射箭了 刘如意年纪还小 这个大冬天的哪里起得来 就没有跟着刘盈一起去 吕后逮着这个机会 就把刘如意堵死了 虽然天一亮 汉惠帝就赶回来了 但这时他的弟弟已经死在床上了 刘如意死后 妻夫人也被做成了人质 被折磨 惨死了 四 张仓本是秦朝御史 在刘邦起义时归顺 后来因为犯法被判处斩首 当身材又高又大的他 脱下衣服服在刑具上时 他一身如同葫芦籽一般白皙的皮肤 凑巧被路过刑场的王灵看见 王灵惊叹张仓的肤白貌美大长腿 因此 王灵就向刘邦说情 赦免了他的死罪 后来张仓年老时 牙齿掉光无法进食 他雇了一群哺乳期的妇女 给自己喂奶 每日靠人奶续命 最后活到了104岁 五 汉朝初期的公主 有时候比皇子和诸侯都厉害 鲁园公主能决定诸侯王生死 婉桃公主喜欢钱财 给得起钱灭族都能解决 恶意大长公主 是能跟霍光对着干的神人 因为公主的封地真的是分封 甚至官员任免都可以管 六 积极如律令本意 是迅速按照律令办事 最早通用于汉代公文中 北宋时在陕西出土了一批剪毒 其中的汉永初二年的讨腔 习文就已积极如律令结尾 后来却被茅山道士 给一直用到了现在 世人还以为那是句咒语 七 七王之乱的导火索 竟是因为下棋输不起 汉文帝时 吴王子流贤入朝 由此得以陪伴皇太子 留起饮酒玩乐 吴王子在和皇太子玩薄戏的时候 吴王子在棋桌上争胜 态度不公 太子留起份而拿起棋盘 重砸吴王子头颅 当场将他砸死 吴王见儿子被太子留起误杀后 便从此不遵守诸侯对天子的礼节 称病不朝 朝廷以为他是因为失去儿子的缘故 但经过查实 确证吴王并没有什么病 就拘押了吴国使者 吴王惶恐不安 开始起了反叛之心 八 汉武帝迷恋求仙 想长生不老 有大臣忽悠他说 皇帝是如何成仙的 传说有一条龙垂下胡须 皇帝和后妃群臣七十多人 顺着龙须爬上天了 后来 祭祀皇帝灵的时候 汉武帝问那位大臣 你不是说皇帝成仙了吗 为什么这里还有他的墓 九 汉朝初期 社会风气非常开放 妇女改嫁之类的事频繁发生 而到了汉武帝后期 霸处百家 独尊如数 社会风气又转入极端保守 官方开始宣传三从四德 很多离异的女子 以毁容的方式逃避来改嫁 十 汉朝很多皇子从小养在民间 这是因为古代医学落后 婴幼儿死亡率高 皇室认为养在民间 可提高皇子们的养活率 而被称为乞丐天子的刘病乙 是由于乌骨之祸案刘若民间 所以后世 其实是有很多人质疑他 不是真的龙肿 直到他后人汉哀帝 跟宠臣董贤闹出了个断秀 大家一看连爱好都一样 证明果然是流逝皇族血脉 也打消了怀疑 十一 西汉的皇帝劫富济贫 别的王朝缺钱 就是科捐杂税狂堆 然后被附身各种操作 全部转嫁给贫农 西汉缺钱 就拼命的向富户压榨 各种举措都是冲着富户去的 愣是可以做到民不加富而收入倍增 因此 刘彻和桑弘扬 被后世的儒家嘴炮们骂得最惨 十二 东汉是各大王朝中 皇帝平均年龄最低的 只有二十九岁 其中汉商帝年仅一岁就去世了 东汉皇帝都英年早逝 继位皇帝年纪都很小 太后临朝听证 然后出现了很多外妻专权的事 十三 汉灵帝发明了开裆裤 是为了方便灵性 小孩子穿开裆裤 是防止尿裤子 但是皇帝后宫内的漂亮女子 都穿上开裆裤 这又是为什么 这个奇葩的命令 是极为好色的汉灵帝下的 目的就是方便 他随时随地灵性美人 奇怪的是 这位明显经历过于旺盛的皇帝 到死前 也只留下了两个儿子 刘辩和刘邪 十四 汉朝是极为迷信的一个朝代 相信各种预言 天相 王莽靠各种预言 祥瑞当上了皇帝 后来有一句预言说 刘秀当作天子 王莽的国师刘新 就赶紧改名为刘秀 结果却是汉光武帝刘秀当上了皇帝 所以刘秀后来一辈子都信预言术 当时有一句著名的预言 代汉者 当图高 汉朝人把这句话探究了三百多年 也没搞明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